! 大家好 我是ティ仔 今天終於終於要來拍我的 Apatiment Tour給大家看 其實之前一直有人敲碗 就想要看我家長什麼樣子 想要看Room Tour 那我一直不願意拍的原因 是我覺得好像 就是把我的房間啊 我生活的地方 Time給大家看 好像太赤裸了 那我為什麼現在又決定要拍 是因為等到你們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 我其實已經不住在這邊了 所以這樣我覺得好像不是我現在住的地方 我就不會覺得這麼赤裸 加上這個房子 我進來說它是一個完全空的房子 所以這裡的家具白色 除了有一些是別人送給我的之外 全部的家具都是我自己挑選的 我自己組裝的 所以對我來講也是非常有紀念價值的 所以我想說就配襯我 發生什麼事 算我搬離以前 然後拍一個room tour跟大家分享 然後也是順便記錄一下 這一年就是一個我第一個自己設計 應該這樣講嗎 設計的家 好如果你對今天的影片感興趣的話呢 就繼續看下去吧 那開始之前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家一進來呢就是有一個玄環這樣子 現在這邊都是一些指向 因為我過幾天要搬家 進來看到的就是一個客廳餐廳 然後那邊是我的房間 然後右邊這裡是廚房 平常呢就是坐在這個地方 你們現在看到這個地方工作 其實這本來真的是一個餐桌 可是後來我把我的整個電腦的這個setting 都搬出來 是因為我覺得我房間的光線太暗了 太適合睡覺了 加上椅子的高度不對 而且我房間放的是一個旋轉的沙發椅 就是當初我買那個椅子 就是為了讓我看韓劇方便 不過因為我後來買了電視 然後跟有朋友送我沙發 所以我還會在外面看電視 總之anyway 現在我的餐桌就是我的辦公區這樣 這邊就是我的客廳 我平常就會坐在我的沙發上面 看電視的時候我放一個檯子 就是我喜歡把我的身體保起來 然後坐在那邊看電視 然後我們轉一下角度 這裡 這是我的瑜伽店 這是quarantine之後 我覺得都會在家裡運動 所以我就會在這個瑜伽店這裡運動 然後另外一邊 再轉 就是我們的電視 這電視櫃啦 這個電視是55吋的 Samsung的 我現在用起來是滿滿意的 然後電視櫃是我自己祝望的 這個電視櫃超級無敵重 我今天好像30公斤吧 我那時候真的是煮到崩會 電視會有夠難煮 要煮下去真的要兩個人 自己煮太辛苦了 想特別給你們介紹我的掃地機器人 就是呢 我其實一開始覺得我買的好像有點浪費錢 因為如果你真的非常在意你家的地板 是不是那種採起來很乾淨沒有沙沙的感覺 我超級推薦買一台掃地機器人 就是反正你出門的時候就讓他掃 他就像一隻小動物一樣 會在裡面跑來跑去 然後你回家的時候 就會超級乾淨 超方便 我超推 這邊是廚房 其實廚房真的就很一般 就是一個一般的廚房 如果你們之前有看我的Vlog 就是這個景應該很常出現 我在我的Vlog裡面 就我就是也蠻常煮飯的這樣 好 我想要帶大家看一個小角落 就是這邊 我會 就我的維他命都放在這裡 然後我超級喜歡吃軟糖 所以我的所有的維他命都是軟糖 跟大家介紹 暫存 我之前在那個Walmart還想要有介紹過 然後我的鈣片也是軟糖的 然後還有一個是 Omega3 全部都是軟糖 軟糖控 最後呢就是我的房間 就是我自己最期待的部分 是不是也是你們最想看的 就是我房間到底長什麼樣子 我平常就會坐在這邊 滑手機啊 耍廢 其實本來想要買一個Habboard 就是那種床板 然後這樣你就不會靠牆壁 就是因為我怕 我很快就要搬家 又多一個東西要搬 所以我後來就沒有賣了 就是 就是立兩顆枕頭這樣子做 然後我一定要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床單 這個床單是Urban Outfitter的 我超級喜歡 而且 這有一個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 我其實蠻早之前就在Urban Outfitter的網站上面看到這個床單 可是因為好像 我忘記為什麼我一直沒有在網路上買吧 反正就是我去年聖誕節的時候 然後去那個 San Francisco找我朋友玩 然後我就在Urban Outfitter店裡看到這個 我就立刻把它扛回家 我就從San Francisco扛回Boise 真的超值讚 我就是真的很喜歡 如果你們也喜歡的話 現在應該還買得到這個 超級可愛 這邊呢 是原本我的書桌 只是因為我現在搬到外面工作 所以現在就是變成我的 梳妝台吧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Apartment Tour 就到這邊了 我就不給大家看我的廁所 因為我廁所其實也沒有特別固執 然後也比較多私人東西在裡面 所以就不方便給大家看 簡單講一下我這個房子 這個房子的那個概況好了 我這個房型是一B一B 就是一間臥室一間廁所 然後坪數是700sqft 我再把那個換算成坪的那個 單位寫在下面 然後我一個月的租金是1340 超級貴 我住在鄉下 還要1340 超貴 這也是為什麼我之後要搬離這個公寓 因為我覺得實在是太貴了 我就會跟朋友一起合作 我們會住兩間房間的房型 對 好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這支影片按一個讚 然後還要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就下一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